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拿个棍子直接把我桶变下器上面打了下来 那时候我的双手就全给垫糊了 谁送你去的医院 那时候我父母从地里刚刚问候回来 我的母亲看到我躺在地上 昏迷不醒就一直抱着我哭 我的父亲就赶紧找车把我那个拉进了医院 父母都吓慌了 当时在医院诊断说 我那个生命能保住 真是双手迎戒指 你在生活当中因为双臂的失去 很多活都干不了 对 那时候特别自卑 都不敢出门 一年四季就穿着长袖衣服 每次出门的时候都把袖子插进那个衣服兜里头 吃饭的时候都趴着吃饭 都不敢把脚露出来 就怕别人嫌弃我 比如出门去跟朋友留到玩 一天只能喝一顿水 因为就怕 怕撒尿 对 麻烦人家 那父母身体还好吗 像我的父亲在十年前就已经去世了 我一直在自卑着 那怎么转变的呢 那时候我有个朋友就跟我说 像我的身体素质那么好 可以去参加一个残疾人体育集训队 就可以交到很多朋友 又可以锻炼自己的身体 我那时候就非常动心 那时候就跟我的母亲说 我的母亲说 她也非常赞同我自己 自己出去出门闯一闯 毕竟我在家待了多年 就没出过门 什么项目呢 高山滑雪 滑雪 你没手怎么撑呢 怎么掌握速度啊 我用腰部力量掌握平衡 腰部力量掌握平衡 那速度呢 速度就靠两个脚来回扔 那不太难了吗 那老受伤吧 对 刚开始说经常摔脚 我是往前仰 就是往后往后长 还有一次 我训练的时候 速度没掌握好 就因为没有手吧 没掌握好 就连人带板 就是一起摔了出去 腿只是扭伤了 以前我们都会认为 身体有残缺 肯定结婚结得晚吧 或者现在都不用问 来了的基本上都结婚 对吧 你肯定结了婚对吧 我还没有结婚呢 哈哈哈哈 你例外 你有女朋友 我有女朋友 对啊 你有女朋友吧 对吧 肯定的嘛 是吧